嗨,大家好,大家好 那又是来到了我Tony Lim老师这里啦 然后呢,今天呢,其实是很想趁这个时间 然后来跟大家做一个交流交流 因为12月份嘛 所以12月份其实是很多人都是去出国的 因为12月份基本上都是有Christmas啊 然后接下来我们会有一个New Year啊 然后要庆祝这些新年啊等等啊 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些活动 其实event都是在12月份的 所以我相信12月份其实是股市是蛮 就是不是很active的去trade的啦 so无论如何在年尾的最后一个一波的时候 其实会有走涨的现象 因为尤其是在美国其实在Christmas那个阶段 每次都在Christmas之后的前一段一月份的时候 都是会有一个走涨的现象的 这就是在美国其实很多人 他们如果想要在从这个年头中赚一笔的话 其实他可以采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啊 好那今天最主要的主题就是跟大家讲解 如何去阅读报章 然后从报章里面呢就是或者报告里面哦 来来淘宝 ok就是来淘到一个真正的宝 让我们知道有什么样的股票 其实是在接下来有机会可以让我们赚钱 ok好那后不多说我们来开始来讲解 ok其实今天会以比较轻松的一个方式来跟大家解释 因为我直接是用一些报章来做一些例子 一些例子来给大家知道要怎么样去看报章 ok例子 通常呢当我们来看报纸的时候 我举例子就好像说我现在在看这个报纸 其实有很多报章啦 我只是拿其中的几个来给大家看 因为有一些是大家要去买的 例如新周日报啊 这些都是要去购买的嘛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 智慧啊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 The Sun如果不用钱的 这些也是有的也是有资讯的 就是例如The Sun这些报纸啊 大家都可以其实去 从中获利的哦 ok so还有等等就是好像 南洋商报啦 中国报啊 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去读很多啦 其实The Star New Straight Time 好 那我们就随便我就从这一张来跟大家讲 举例子说我现在是在看这个 Sun Beast ok举例子我看这个 so当我在看报纸的时候 通常我们会看什么东西 大家有看到这边它有写什么 它写 OK Public Bank OK AIA Regional Bank Cert Assurance Tied Up 2037 2037 OK 通常到我们在看报纸的时候 哦 好像新周日报也是一样的 OK so我们就要看 取例第一个东西 就是这一家公司的 它的 就是 Projects 或者把它称为是Potential Project 或者把它称为是Potential Project OK 什么叫Potential Project 就是说 它接下来 有可能会有收到一些Project 具体大家不是常常有看到说 有一些新国人是讲ABC公司 OK 例子就好像 我看一下这边有没有 我给大家看 好像我之前有看到有一个是有这样子的 所以 等一下 只要 Take Over Horvice Pump Oil 4 好像不是这一则的 等一下 Credit Lating 应该不是这一则 等一下我看一下是不是这一则 OK 有 就是说 可以看到说 这家公司 其实他们是有在 赚钱 就是有Profits 有Project 啊 有了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最 最like的 Nesgram 6 OK Seek For New Partner For The Project 所以他讲要Look For New Partner For Project的时候 我们就要去读 当我们在读这一则的时候呢 我们都会读到说 可能它会有一些Potential的Project 对吗 所以当我们看到有Potential Project的时候 其实我们必须要去注意的是什么东西 来我跟大家讲一下 其实我们必须要注意的是这个东西 有意气 一个S 两个E OK Dollar Size就是钱 就看一下说这一间公司呢 它本身有没有机会 能够有一个Future的Earning OK 有没有Future的Earning 这是我们必须要去注意的一个东西 因为 以后我讲我是直接用Live的来讲 就是我不要讲一些理论 可是帮不到大家没有用的 我自己讲的是Live的 这个Live的就是我们直接读报章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新闻了 所以这些东西呢 其实是当我们看到这样子的时候 我们就要知道说这家公司去读说 它里面有没有一些Project 可以让它的公司呢 在接下来的时候呢 会赚到钱 OK 然后举例 我们知道了那个公司之后 我们再看一下有没有一些 有 这里 大家看一下 HSS Associate Firm BEX 82.5M ECRL Jobs 这些工作进来就是Potential的Projects 就可以让它有机会赚钱咯 所以在这里你看它也是有提到说有多少钱 OK 有多少钱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一个钱呢 它会在哪一个quarter 因为我们知道说 其实我们的report quarterly report咯 就是我们的季度报表 季度报表分成三个 就是每三个月一次嘛 对啊 有时候它会可能三月啦 六月啦 九月十月 Average这样讲 可是它不一定是三月的啦 所以这个我们要特别去注意一下 它的出来的时间咯 so 举例说 它现在是讲 它接下来的quarter 可能是Q 例如我只是讲 举例啦 Q3 它有赚 然后现在我们是在Q2 这是第二个 我们看到 第一个我们看到它Potential return 从Potential return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它的earning 这就是第二个我跟大家讲的 所以一家公司如果有Potential earning的话 就说它有赚钱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它的股价会不会涨 会对的 没错 所以从这边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一家公司 其实它是 有没有机会 在接下来的时候 能够赚钱的 如果说它 没有 呃 所谓的这个 呃 什么我们说 呃 Potential project 那没有Potential project 就是没有Potential return 没有Potential return 就是它没有办法的够再继续的去 赚钱 然后当然呢 其实还有第三个 我们必须要特别去看的一些东西 就是我可能用这边写起来给大家看 ok 当我们去读的时候 第一个我们该讲什么 第一个我们讲的是 Potential project ok 就是这一家公司 有没有一些 project新的 ok 可以让它新的一些 呃 呃 比如说好像说 合资啦 收购啦 人家 把一个新的 呃 一个project来给它啦 给它去做啦 然后它有钱赚啦 这是第一个啦 然后第二个 从这个project里面呢 它会衍生第二个东西的 第二个东西是什么 就是 从Potential return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 Potential earning ok 这我刚刚就是写的对 哈哈 不好意思啊 我的字有一点丑 OK Potential earning 所以这个是 呃 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得到的 Potential project 它有很多project 所以它就会延伸 就说 这project可以让这家公司 有机会可以赚钱 对不对 同意不同意啊 所以这个赚钱 同样 刚才我们有提到 它有分成四个不同的quarter吧 ok 我们有Q 1 我们有Q2 我们有Q3 我们有Q4 然后这一些 四个里面 我们一定要知道说 我们的 这一个 Potential earning 跟project 是forward 什么叫forward 就是还没有来的 我们不要做马后炮 很多人都是这样 报纸 你可以看得到 呃 一个公司 好像举例 去tokgrove就好了 以前我在4块8毛8的时候 tokgrove 4块8毛8 如果大家要看我的video的话 我有一个video 是有录到这个东西的 我可以证明给大家看啊 其实我之前有讲过 这个 这一支股票 在那个时候 我跟大家讲 4块8毛8的时候 可以买进 因为有机会可以去到7块钱 很多人不相信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 tokgrove其实是面临一些问题 什么问题 我要跟大家讲 第一个就是 这个外劳的一个短缺 因为外劳还有很多 Rose Negation 行的在马来西亚 是变成他们很难 能够用这些外劳 然后再加上 那个时候 马币兑美金 他们说一定要收一部分的 这一些马币 不可以收太多的美金 对不对 所以很多人就讲 我tokgrove完蛋了 对吧 所以这变成是说 员工的短缺方面 他们tokgrove就采取了行动 去做什么 去做了一个 我们叫做Automation 就是很多东西 就是用机器的 可是当然用Automation的时候 又有另外一个问题出来 什么问题呢 就是它的 这个 呃 这个 美金的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说 东路大多数都是 export去欧洲 就是欧洲 然后过后就是还有 这个美国 所以当时的时候 我们知道说 欧盟区他们出现很多危机 所以它因为这样子也是受了大的影响 因为欧元跌嘛 然后美金也是很多人担心 美国会有这个所谓的crisis 所以担心说美金会跌 OK 所以变成是说 那个时候很多人就不敢去买tokgrove了 可是到最后我还是坚持叫大家去买 到最后不说去买 跟大家讲我的分析觉得可以啦 不是说叫大家买啦 就是说这个是我个人的分析吧 对啊 可是有很多人会觉得不可以看回他们自己的方法咯 可是到今天为止 我相信tokgrove已经开始来6块多了 要去到7块了 OK 所以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我那时候已经判断它的quarterly 为什么我会知道 其实不是我厉害 只是说 我只是去读比较群牢一点 跟大家一样就是去读报纸 然后读报纸的时候 当然我也是要读它的财务报表 读什么 读它的annual report咯 OK 它的annual report 它的annual report里面 它有写什么东西 它写有多东西的 它有讲ok 现在 我好像以前 tokgrove它说 它要拿整个market的三分之一诶 整个三分之一的它的那个手套诶 它的grove的那个market诶 所以你想看一个公司 有想要拿走 就是什么是拿走的 就是 就是霸占33% 一个地球 ok 我霸占的差不多 三分之一 全部是我了 你讲它的盈利会不会走上 肯定会嘛 所以再加上说现在tokgrove 它本身从手套变成保险套 它要换一个形式 所以因为这样子呢 Garix的股票就跌了对不对 哎呀这个今天我就不要跟大家讲这么多 这个Garix的东西先 哈哈 ok so我们今天要focus的是 专注在怎么样从报告中 能够让我们淘宝 ok so现在我们讲淘宝 好举例我看到这个Q3 我知道它有potential project 我知道它有potential earning 可能82个billion就好像 我们看到这样子 然后 现在可能我是在Q1或者是Q2 我想问大家 这个Q3的report出来过后 它会不会涨它的价钱 会不会 如果举例说 这样我们在Q1或者2 这个是Q3 现在价钱在这边 你认为会涨吗 肯定会嘛对不对 为什么因为它有盈利吗 所以因为这样子呢 很多人就可以从这边呢 去做一个potential花率 就是我进去里面 可能我买了 我在一个6个月之内 为什么要6个月 因为3个月里面它出一个quartal report 通常我们要等多一个3个月 它才能够去消化它的资讯的 然后到最后才可以去到它要的价钱 然后我们才可以盈利哦 所以这个就是 第二个我们必须要去关注的东西 然后第三个东西 我们其实可以关注的是什么东西 第三个 ok其实第三个东西我们要看 当我们看报纸的时候 ok 举例说今天我看报纸 我开回去这个报纸 ok 就举例说这样 然后我就看 诶 这个报纸里面 它们是不是有一些 有一些所谓的改 改革啊 就好像我们知道Top Brook 我不是讲到说 它从手套变成是做保险套 对不对 它的这一个product 有没有改叻 ok 所以我看一下 有什么example 可以找给大家看的 ok 这边 这个 这个 这个也是可以算是一个example 举例大家看一下 我们现在要讲的就是 它的 它的 这个 第三个东西 ok 第三个东西是什么 就是我们要看 这一家公司 它有没有new product ok new product 或者是它有没有restructure 做新的产品 restructure 做新的产品 决定 我可以看得到 Fintech它之前的时候 你去看它的股价现在 其实基本上也是有开始有 开始要走涨的现象 原理是为什么 它讲说 它讲说是 它有innovation lab for一个system 有一个东西叫ATS的 ok 这边你可以看 这边有写 ok ok 我看一下这边有 看写 participants are expected to describe the detail for their ACS proposal to provide SC with the information of the type of ATS and future proposed market which include the product to be traded as its usual operating rule 所以它就是说 它有可能会innovate 新的东西了 这新的东西 会不会赚钱呢 这个就要看了 所以从这个第三个东西里面 我们必须要去看的就是 一家公司的new product 好 像talkroom有什么 它有 啊 保险tower 然后第三个 我们要看 restructure 或我们要看的就是 innovation ok 这一些呢 其实都可以影响到公司的一些盈利 ok 所以这个基本上 它的restructure new innovation呢 它会带动去这个earning的 ok 会带动去这个earning 所以我们就要看它的earning 是有没有机会 能够让我们提升 ok excuse me 好 来 接下来跟大家讲解的就是 这一个 好像example 大家读这种 智慧啊 等等啊 大家会看到说 有很多公司分析啊 对不对 它讲哇 这个公司啊 怎样怎样啊 公司有没有赚钱啊 然后这个 什么股票可以买啦 等等等等 ok 这一个呢 我给大家的一个 呃 呃 就是 所谓的建议 大家就是要必须的去做几个动作的 其实 当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举例说我随便看到 呃 我关一下啊 这一家公司 这家公司是什么 这家公司是 Citex 在马来西亚的公司啊 今天我比较多跟他讲马来西亚的 今天我比较多跟他讲 马来西亚的 呵呵 可是如果你要外国的话 也是有啦 我也有多 有时候我看一些外国的话 有机会再跟他等下 ok 这一些 就说Citex他说 有机会涨啊 就看一些以前的月季这样子 其实这一个呢 我们必须还要去算的 其实 第四个就是 当我们看到有stock的 analysis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看什么 我们要看 这一家公司的FA fundamental analysis 还有他的TA technical analysis 这两个我们必须要去看的 ok 不是说今天我看到这家公司 有很多人分析 可以我就去买了 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有时候 必须要知道 有时候新闻出来过 可能会 已经算是迟了 所以 那我们必须要去知道了 所以并不是说我看到这家公司 是有人在讲我就去买 所以我本身自己也要做主自己的功课 对不对 ok 好这个就是所谓的分析公司的 然后这样子去看 然后接下来跟大家讲解的就是 比较不同的 好像报纸 它有时候会讲这些综合指数 有一些新学可能还不会看什么是综合指数 对呀 其实综合指数就是我们所谓的 malaysia的fkli 或者是他们叫klse ok 或者klci klci 其实是不可以交易的 可是fkli是可以交易的 ok 所以可以看得到就可以知道说 最近我们有多少成交量啊 有没有周涨啊 有没有跌啊 这个是比较基本的给新学员 必须要去知道的一些东西 ok 然后再来 当我们来看这个新周日报的时候 其实我们要怎么样去看呢 其实新周日报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原因是 我觉得不错是在它的这个金融方面罢了啊 哈哈哈 ok 好 曲率我们来看一下 呃 好像说 今天我看这个报章 不知道大家看得到 看得到吗 大家看到吗 我放个比较近一点 可以看得到哦 如果看不到你们要讲哦 ok 我才可以把它放近一点 ok 这个就是 呃 整个马来西亚的公司 其实 他们都有把它 拎出来了 所以其实有很多信心哦 如果不知道说 有哪一家公司是可以投资在马来西亚的 然后如果你今天是玩马来西亚的market 如果是新加坡 还是美国的话 那个下次有机会再跟大家讲 因为真的是要分开太多东西了 ok 呃 你看啊 如果说今天我投资的是consumer 我们要怎么看呢 其实是 它有多半块的 马来西亚就说 这边它有分成 OK consumer的领域的股票是什么 ok 然后下来industrial industrial就是我们做那种 啊 出口的 有什么样跟生产的 有什么样的公司 它这边也是有写的 所以如果是新生的话 你这样的方式去看就对了 然后再来就说 construction 建筑业 很多人不知道 诶 多丁老师啊 建筑业到底有什么公司哦 那这边都你去看 有这样多耶 ok 这就是建筑业 ok 然后还有就是trading and services trading and services 交易的 然后再来 我们还有就是finance 就是金融 finance有什么很多咯 好像affin bank啊 alliance啊 amb bank啊 cimp啊 好 这些其实都是一些 啊 finance的公司 然后再来technology technology有什么 technology我们可以看得到有antel sensof kuspati 然后digistar等等这些都是以前我有分享过的一些股票的 然后hotel hotel我们就接下来就看着 一直看下去 还有property ok plantation ok 所以这个就是整个我们必须要去看的 呃 他的整个板块 他的板块过后呢 其实大家可以看这个地方 等一下 我看一下找给大家 ok 在这里 大家看到这边有写说 他的币市 就说当天的时候他币市的时候价位是多少 然后起落当天他有起多少跌多少 最高最低哦 这是比较基本的 成交量啊 这里大家可以看 其实他的成交量哦 从这个他的数字里面 我们也是可以用图表来看 就是举例我们用指标的话 就是还记得我们有来啊 我们的这个课 你谁有来上过我的交流会的话 我跟大家讲过 就说如果今天我们看到他的这个图啊 有青色的volume 走涨的话 其实他这个高过这个 就举例说这个是12号 1月 这个是11号1月 这边跟这边就是有走涨过对吧 所以同样的他在这个地方哦 其实也是会走涨的成交量 OK 然后本益笔是什么 本益笔就是他的p 这是dividend OK 所以这边他就会写哦 所以大家就会讲 哎呦我如果懒惰去说我看报纸哦 有时候在外国对不对 我们在外国没有在马来西亚的话 然后就是看着马来西亚报纸 然后又没有电脑的时候 我怎么办呢 东京你看这边 9点多 还记得我跟大家讲过 p少了公司就是好了 就是大时候在2年多前我回来马来西亚的时候 还没有人讲这个东西啊不要少 所以那时候我就跟大家讲 这个peterlick这个很出名的一个farm manager 很厉害他 他基本上以前的时候就是看这个东西来把它成为1万分 所以我们看到其实是有p少过10的话 其实就是便宜哦 所以我们就可以去看这家公司 举例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什么 有Asiaflake啊 然后我们可以看得到9点多 这个是什么CAB啊 然后再来看他的基本面 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要看的 然后他的中息dividend是多少 这边已经是跟我们讲了的 所以我们只要follow跟着这个方式去看 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一家公司基本上是怎么样 然后还有什么东西要看呢 其实还有最后一个东西要看的 来 最后一个东西我们要看的是 Blocker rate 什么是Blocker rate 就说其实有时候我们在爆章还是杂志 有时候会看到一些广告对吗 好像这样子的广告啊 还是我们可以看得到说 我看一下这边有没有广告 因为有些是有有些是没有的 好像我之前有看到一个广告 可是等一下我就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那个广告 好像这些广告啊 我讲的这些广告不是他们的广告 是那种Blocker的广告 Blocker的 Blocker的 为什么看Blocker的 因为我们知道说Blocker rate 今天我们交易股票 那我们是要还一个佣金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Blocker rate其实很重要 就举例说 如果说一家公司的那些Agent Blocker rate是很高的话 举例说你来回 你要给他一个1.5% 全部加到完一个1.5% 意思就是说 如果说今天我的ROI Return on Investment OK 什么叫Return on Investment 就举例说 我今天买 我写在上面 举例说我买一只股票是 10块钱 sorry 5块钱 它涨到10块钱 OK 这样子的话 我剪了我就是5块 5块 我就赚它一个100% 这比较容易啦 我用一个计算法 就说这个100%里面呢 其实还要扣除掉一个叫Blocker rate的 或者是我们叫它 称为是Blocker fee OK 所以如果说 今天我扣除掉一个1.5%的话 其实我赚的不是100% 是90% 我们讲的不是这么高 如果说今天我赚的只有一个 5% 我减掉了一个1.5% 其实我赚的只是一个3.5% 对吧 所以你讲Blocker rate重要吗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其实我在之前的时候 我看到一折啦 我把它印出来给大家看的 我觉得不错 我就给大家看咯 OK 这家公司是 虽然是不是很大间刚刚开始的 可是这家公司的rate 其实是蛮低一下 我看到 OK 这个是Mplus公司的 然后这家公司呢 其实它给的rate是 你可以看这里啦 0.4多 0.3多 0.6多 其实它average到来啦 你看因为它买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举例说 你买的是这个价位 Blocker rate fee 是这个 GST blocker rate 是这个 Stamping还要还钱的 Killing还要还钱 这个大家不要去 反倒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东西 不帮大家赚钱的 OK 所以主要我们要知道 全部还到完了 我大概要还多少钱 OK 总结一句话就是说 我有去看了啦 是好像是0.05个percent 不了 举例说我今天来回的话 0.05我乘二 我这个0.1的话 我的percent 就是说如果今天我的ROI Return on investment 是可能是9个percent OK 9% 我扣掉一个0.1的话 我还有赚一个0.89个percent 其实是非常高 sorry 写错 哈哈 这个是 我们的 8. OK 这个是8.9 8.9个percent OK 我们还有一个8.9个percent 所以是非常高 不是很多 如果说今天是我扣除掉 另外一个Blocker ABC 如果我还是赚9% 我扣除掉一个2个percent 举例啦 我只是赚7个percent 不要看小这2个percent 这2个percent很多耶 其实 因为我们赚的就是那个毛利罢了嘛 如果其实你是做Trader交易的话 更多 其实它的影响会更大 所以这里有一个啦 我那天我打电话去了 然后有一个女孩子 我问他啦 我觉得不错啊 可能可以把电话写给大家 我没有把他拨拨啦 只是准确的说不错 所以就跟大家做一个解释 给大家去看看罢了 你们可以去看看一下的 他好像是叫MISS ENG 017580025 他的名字是叫MISS ENG 这个 你们可以打电话给他 OK 你们自己去问啦 这个是你们去问 我看到的是我觉得不错 我就把它印出来给大家看 这个就是我们要看的就是 Blockerage Rate OK Blockerage Rate 所以我来做一个总结一下 其实在这个股票看报纸的话 有什么比较重要的信息 我必须要看的啊 OK 必须比较重要的要看的这里呢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刚刚我们有提到说 要看一家公司 有没有这个potential的 return OK 有没有potential的 sorry potential的project so potential的project 看完了之后 我们就看一家公司 他的这个project 应该是有带钱进来的 所以这个钱进来过后 我们就看他potential earning 有没有办法转 然后我们可以看Q1 Q2 Q3 Q4 因为他每个quart都会出report嘛 我们不要做马后 part 我们多人都喜欢就是 report出来了 我才去分析 我看他有轴章 我画整个graph出来 不是说什么 这个是比较迟了 我们要做的是提早 对吗 就是说如果说今天这个project 可以让他做82个million的话 然后在Q3 他就会出来这个report 我们在Q1 Q2就看到了 这样是不是我们比较快 所以对 我们就要等三个月 三个月这个report出来过后 再多一个三个月 这个消息已经是消化了过后 他股价就会涨了 就好像top growth 之前我从4块8毛吧 就叫大家分析给大家 有机会涨到7块 原则是一样的 OK 然后当然有很多股票 基本上我们买了他就跌 没有涨 不用紧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以后会有一些东西 我们叫做new product 或者是restructure 或者innovation 这个是我们特别要去注意的 所以当我们在读一个报纸的时候 这个必须我们要去看的东西 有没有new product啊 有没有new structure啊 有没有新的产品出来啊 就好像top growth他不是有一个做保险套哦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特别要去注意的东西哦 OK 再来 我们要去分析 当我们看到一个公司的 啊没有 看到一个 这个什么 这样子的一个 爆炸 然后分析其中的一家公司 这样子讲到signtech哦 这样子讲这个signtech很好啊 什么什么什么 OK 讲到这个公司很好 这样子都好 我们看完了之后 不要说冒冒然的就跳进去买 不可以 因为为什么太危险了 我们一滴 当这个新闻出来的时候 可能已经是迟了 很多人已经在里面了 所以我们要想仔细列 我们要去看一下他的fa 就是fundamented analysis 就是基本面 然后过后就看他的技术面 才来做决定 不迟 最后我们要看的就是blocker rate 因为这个blocker呢 就是我们交易里面的其中一部分 会影响我们的回报力 然后刚才我也跟大家 大概给大家看了一个我印出来的 在他们的一些广告 我觉得不错的 就是0.05罢了的mplus的 然后也给了大家这个人的电话 你们可以打讯问 然后可以讯问详情 如果你有更多不同 好像公共bank等等 什么都OK的 你可以打讯问的 然后了解更多详情 好不好 那这个就是我今天要和大家做的一个小小的分享 这个12月份 我知道很多人基本上都是出国的 然后呢 我们也是很多人都在玩说 所以就12月份就没有课 可是我会以这个网上 就是用Facebook这样子的方式来跟大家讲 然后我相信大家 不管你今天是在韩国啦 Australia啦 美国啦 日本哪里都好 你都可以听到这个分析 好不好 如果你觉得这一则 这个sharing很好的话 麻烦你按赞 然后把这个share出去来帮助更多的人 让更多人有机会能够学习到如何投资股票 让他们可以在股票投资上赚钱 好不好 那我是Tony Lim老师在这里 再一次感恩大家在这里的这个收听 然后希望接下来会跟大家分享更多 OK 谢谢大家感恩 Thank you